武神主宰 任由百步 此时,秦晨的目光死死盯着眼前那漆黑血池流露出震惊之色 这血池之中萦绕的森冷气息,正是深渊之力 但是在这深渊之力中,却又带有一种独特的冥界气息,正是这永结涅海之力 两股力量彼此融合,竟形成了一种极其诡异的气息,萦绕整个洞穴 那太阴鸣女想做什么? 秦晨心中暗铃,这一刻,他脑海中想到了很多东西 无数猜测在他脑海中涌动而出 秦晨小子,这太阴鸣女所做不得了啊 竟能将深渊之力和永结涅海之力彼此融合 此人这是彻底投靠了深渊一族,要成为深渊族的奴隶吗? 他这么做,就不怕深渊之力污染整个永结涅海 最终毁掉我冥界吗? 混沌世界中,幽冥大帝也是愤怒变色道 深渊之力极其可怕 具有极强的污染性,一旦融入冥界 将给整个冥界带来致命的毁灭 秦晨小子,你必须阻止他 否则一旦此人成功 这永结涅海将会第一个被污染 你的爱人也将无法恢复本源 幽冥大帝惊怒道 你放心,秦晨看向四周 不管是为了思思,还是为了明鉴 他都不能让太阴明语得逞 接触过深渊之力的秦晨深深知道 一旦让其传递开来 这深渊之力就会像瘟疫一般 瞬间成为整个宇宙海的噩梦 而这时,一旁魔力却是被此地的气息 给彻底吸引了过去 秦晨,好浓郁的吸引力 再这么下去,我快控制不住了 魔力额头渗出冷汗 坐立不安道 此刻他浑身毛孔张开 无数细胞在闻到这山洞中的阴冷气息之后 竟是如同恶极了的乞丐一般 要疯狂吞吸四周气息 嗷嗷待哺 他之前吞噬秦晨施展的深渊之力之时 也都没有现在这种渴望的感觉 怎么回事啊 秦晨看了眼魔力 心中一动 目光一闪到 你眼前这黑色血池中蕴含深渊之力 并且,这股力量 有部分已和这冥界的力量融合在了一起 所以,你的身体才会如此渴望 和冥界力量融合 魔力忍不住道 这和我会感受到 如此浓郁的吸引力 有什么关系 自然有关系 秦晨目露精盲 虽然我不知道 你为何会与深渊之力起反应 但正常的深渊之力 对你而言 就相当于是食物的原材料 对你 虽然有吸引力 但至少你能克制 而融合冥界力量之后的深渊之力 应该类似于 已经烹饪过的食物 更好融合 色香味俱全 对你的吸引力 自然会大大提升 听秦晨这么一解释 魔力目光一亮 我懂了 对凡人而言 深渊之力 就是生猪肉 而眼前这漆黑血池 就是烹饪后的红烧肉 相比生猪肉 红烧肉更好吃 也更容易吸收 对饥饿者的诱惑 起码有数以百倍的提升 所以才会让我的身体 有如此反应 说到这里 魔力眼睛顿时发绿 看着漆黑血池的目光 瞬间火热起来 先前的他 仅仅是吸收了一丝深渊之力 就直接巩固了准地巅峰修为 如今眼前有这么大一片深渊之力的池子 一旦他将其全部吸收 那他究竟能跨入到了何等境界 大地吗 扑通 扑通 想到这里 魔力第一颗星顿时砰砰跳动起来 激动无比 而秦晨却是脸色变得极其凝重起来 他跟着混乱的众人 在这山洞之中 假意胡乱地走动着 暗中打探和分析着 渐渐的 他的脸色愈发难看 深渊之力 明明不容于冥界规则的 可在融合了永结涅海之力后 竟是与这方小世界的天地和谐的存在在了一起 莫非这就是 那太阴明女的目点 秦晨昼眉 此时的他 不由想到了 当年入侵出师宇宙的黑暗一族 当初黑暗一族入侵出师宇宙的时候 便是先和冤魔老祖勾结 试图融合魔族的力量 好能降临出师宇宙 这深渊一族 如今所作之事 和当年的黑暗一族 何其相似 可太阴明女 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秦晨眉头紧皱 深渊之力 可绝非太阴明女 一个普通大地 能融合承受的 哄 而在秦晨分析研究之时 突然一道无形的空间之力降临 轰隆一声 整个洞穴之中 突然传递来一阵隆隆的轰鸣之声 下一刻 前方高台之上 一道无形的空间裂缝出现 众目睽睽之下 一尊浑身绽放漆黑明光的女子 从那裂缝中缓缓降临 正是太阴明女 此时的太阴明女身穿镂空内甲 原本外侧的铠甲 不知何时 已经被她退了下来 露出了性感 而又火辣的身躯 大片白腻的肌肤 暴露在空气中 勾人眼球 与这森寒的洞穴形成了一副鲜明的对比 她的大腿白皙 宛若阳间的仙女一般 不着寸履 在这到处遍布鬼秀的冥界 极其的罕见 甚至亮的人刺眼 这也太性感了 不少鬼秀想到传说中的那个传闻 不由得纷纷咽了口唾沫 这样的一尊女帝 在她们心目中 那是高高在上 宛若神女一般的存在 换作以往 仅仅是看上一眼 都觉得亵渎 而此刻 竟是如此暴露地呈现在了所有人面前 虽然太阴明女并非赤 若 将身上很多关键部位 都用镂空内甲遮住了 可架不住那种 若隐若现的诱惑之感 让人 心头火热 莫名的血液沸腾 让诸位久等了 太阴明女感受着下方无数火热的目光 她轻笑一声 一步跨出 瞬间落在那高台之上 那角度让从下方仰望的众人更加不敢抬头 心神摇曳 我等见过太阴女帝大人 众人纷纷再度咽了口唾沫 急忙低头恭敬行礼 不敢直视上方 诸位免礼 太阴明女轻轻一笑 抬手间 一道道无形的黑色气流 环绕她的周身 将她衬托得愈发神秘诱惑 此人 竟能控制着深渊之力 下方 秦晨看着台上这一幕 心中一惊 这太阴明女 对深渊之力的掌控 比她想象的还要恐怖 太阴明女扫了眼下方仲人 目光在魔力和秦晨两人身上 微微停留了一下 然后看向其他人 红唇轻起 微笑道 想来诸位 对本地招揽诸多鬼羞 也有不少听闻 不知来到此地后 诸位都有些感想 太阴明女心红的手指 在白皙的天鹅井上掠过 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 众人面面相觑 纷纷咽了口唾沫 想到外界的那个传闻 心头不由火热 难道传闻竟是真的 太阴明女选中他们 是来当面手的 死 顿时不少人都有些按耐不住了 小富有热流涌动 忍不住微微弯下腰来 不敢直立 其中一名面容苍白的俊美鬼羞 更是目光火热抬头道 能为太阴女帝大人效力 那使我等荣幸 在下院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为太阴女帝大人服务 哥哥哥 太阴明女哥哥一笑 如水般轻柔的目光落在此人身上 柔媚轻笑道 说得笔畅得好听 不知道你说得是不是真的呢 那俊美鬼羞心头一热 急忙道 自然是真 在下 对女帝大人的臣服之心 天地可见 名神可招 哦 太阴明女轻笑 看着对方 伸出如浩玉般的右手 食指轻轻一勾 伸出心红的舌头 轻吐道 那你上前来 是 那俊美鬼羞小腹一热 心中狂喜 当即一步跨出 瞬间飞略向高台 嗖 众目睽睽之下 这俊美鬼羞静直 落在高台之上 妈的 竟然被此人给抢先了 其他鬼羞见状 无不懊恼 脸色难看 且不说太阴明女 会有什么奖励 光是如此近距离地 和女帝大人同处一地 就让人遐想连连 无法自意 大人 高台之上 那俊美鬼羞 看着近在迟迟的太阴明女 咽了口口水 有些颤抖地开口 再吓上来了 不知女帝大人 有何吩咐 说着 她喉咙滚动 目光看着身上 暴露大片春光的 太阴明女 滚烫无比 你再近些 太阴明女 轻轻一笑 是 俊美鬼羞缓步 来到太阴明女身前 两人不过寸许距离 来 跪下 太阴明女微微说道 吐气如蓝 声音中带着诱惑 那俊美鬼羞 不由自主跪下 目光看着太阴明女 纤细的手指 轻轻划破她的上衣 那锐利的指甲 沿着她的脖梗 慢慢向下 那种触感 令这俊美鬼羞 浑身瞬间激起了 密密麻麻的 鸡皮疙瘩 下方其他天才鬼羞 此刻 眼珠子都看直了 这等待遇 何人不想 怎么样 太阴明女轻笑道 我 在下任凭女帝大人摆布 这俊美鬼羞声音颤抖 无法自意 好 这可是你说的 太阴明女轻笑一声 脸上的柔媚 在这刹那间消失 一丝阴冷 骤然闪过 扑吃 下一刻 太阴明女风力的手掌 直接刺入这俊美鬼羞的胸膛 用力一捏 扑的一声 竟是硬生生将这俊美鬼羞的心脏给拽了出来 鲜血淋漓 鲜血淋漓 都被担心与膜的心脏给担心